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辽宁舰作为中国的海上霸主 同样对中国海军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不过有多少人了解辽宁舰再加满8000吨油的会耗费多少资金 能跑多远呢 辽宁舰据了解 辽宁舰是我国第一艘服役的航空母舰 其排水量超过6万吨 一共搭配有4台蒸汽轮机 达到20万马力 平均每台5万马力 一次性加满8000吨燃油 而24小时可以行驶777公里 用油量388吨左右 有资料表明 如果辽宁航母以18节的速度前行 最大航程距离为7000海里左右 相当于13000公里 而以高航速超过30节的速度行驶 航程距离为3850海里 约7000公里 也就是说从山东到海南跑两个来回 辽宁舰当然 虽然限制最大航行距离是号油量 但舰接原因是航速问题 而在全速前进时 航速也受到来自外界的各种影响 首先 是海水产生的巨大阻力 其次是海海矿 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都知道 如果是顺着洋流前进 而且海域情况比较明朗 那是必节省不少的油量和其他不必要的开支 反之 辽宁舰花费的油量就比平时大得多 再来看看一次 性价满8000吨油又会耗费多少资金 如果按照每吨3000元的价格算的话 8000吨油大概是2400万人民币 不仅有人要感叹 就是给辽宁舰加个油 都不是平常人能够承担得起的 简直超乎你想象 毫不夸张地说 航母就是一个吞金兽 就连日常保养费都是耗资巨大 更不用说拉辽宁舰出去打一仗所花费的钱 够你一辈子的花费了吧 辽宁舰不过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 各国才开始研制核动力航母 比如说美国的福特级航母 其续航能力不会受到燃油的影响 却因为食品的影响 只能在海上维持60天左右 有人估计 如果配上及时补几件的话 那续航能力可以说是永久性的 同时福特级航母还不用更换反应堆堆心 再加上推进功率达到28万马力 远远超过了常规动力航母 所以核动力航母成为如今各国大力发展的趋势 一个未经证实的说道 是辽宁舰航速可能突破了32节 虽然不能确认 但却是对中国航空母舰的认可 有网友表示 乌克兰已经对我国舰用发动机提供了技术支持 甚至拿到了成品 所以对这一说法 我们可以持半信半疑的态度 如果辽宁舰在经过改装后 绝大部分内部系统将换成现今时代最先进的 其综合实力必定让西方国家大吃一惊 我只因祖国的伟大而骄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